接下来介绍相机界面的中间区域 我们从左侧的三个图标开始 第一个小铃铛样式的图标 是异常信息提示图标 如果上面有黄色的数字圆点 点击此图标 可以查看飞行器的异常提示信息 比如我现在没有装内存卡 则提示我没有装内存卡 第二个灰色十字球形样式图标 是云台朝向调整图标 点击后会出现四个蓝色灰色带箭头的 不同十字球形图标 依次为云台回中 云台偏行回中 云台偏行朝下 或云台朝下 第三个图标是小飞件图标 当我们给飞行器装上不同的小飞件时 会显示对应的图标 比如我现在装上探照灯小飞件 图标就会显示为探照灯 点亮图标 灯光开启 同理可证一行中小飞件 装上航话技小飞件时 图标就会显示为麦克风 点击图标 则会显示录音或者播放以纯的音频 拨动上方音量桃 放大或缩小音量 关于小飞件的使用 可以观看这几个视频 惹不多啰嗦了 这里白色的字样是时间托水源信息 显示当前日期时间及飞行器所在的精度和纬度 中间这里的绿色字样显示当前为可见光画面 旁边的数字为当前数码变焦倍数 点击画面左侧红外或分屏字样 会切换图标画面为对应的模式显示 灰色区域是相机参数的显示区域 ISO是感光度 Shutter是快门速度 EV是曝光补偿值 右边的第一个白色图标是测光按键 点击后会校准画面的亮度 如果你对画面中亮度不满意 可以手指清点画面中不满意的地方 此时会出现黄色圆圈 开启点测光模式 可以手动调节局部区域 比如我现在点击画面中最亮的摄影灯区域 点击后下拉小太阳 我们就可以看清楚 人间看不见的摄影灯的细节 我们再点击画面中现在最暗的这个电脑的区域 上拉小太阳 就可以看清楚 原先看不见到的电脑细节 第二个A1字样的白色图标是测光锁按钮 点击会锁定当前画面的亮度 如果我没有点亮一锁图标 在测光后 移动相机 画面亮度就会变化 自动调节为平均亮度 如果我在测光后 锁定点击A1锁按钮 移动相机 我们就可以持续看清楚最亮区域的细节 白色图标下方是云台相机设置区域 上下加减号 中间蓝色滑块区域是相机的变焦调节区 点击加减号 相机画面会进行固定背书的放大或缩小 滑动滑块会进行滑动变焦 点击滑块区域 则会进行自由倍率变焦 使用U2航用清洁版时均为数码变焦 也就是和我们拍摄照片后 手动放大照片后截图的效果相同 除了在屏幕使用滑块调节变焦倍率外 也可以使用遥控器的右上角滚轮 上下滚动 进行滑动变焦 相机变焦调节区右边的蓝色细线 是云台角度提示区 云台的活动角度一般是-90度垂直向下 0度水平向前至30度向上这个范围 白色圆点配合数字 显示当前云台角度的朝向 云台垂直向下时圆点备为红色 云台垂直向前时圆点备为蓝色 我们可以通过遥控器左边上角的滚轮 调整云台相机的角度 滚轮向上推 云台向上看 滚轮向下拉 云台向下看 我们还可以通过长按屏幕托动 或者是双击屏幕调整云台相机角度 但是要切记 通过屏幕操作云台相机 很容易将云台相机看向机身左右两侧 导致飞行器的机头方向与云台相机的朝向不一致 飞行时发生错乱 此时需要通过遥控器快捷键或云台回中快捷键 将云台恢复朝前位置 保证云台相机朝向与飞容器前进方向一致 这样符合默认操作习惯 飞行更安全 滚轮按键可以打开相机测试菜单 第一个相机图标 可以设置拍照模式为 单拍 正式拍摄与全景拍摄 拍照设置里面的照片格式 热成像照片比例 可见光照片比例 都是不可以更改的 如果切换为录像模式 可以设置第二个录像的所有设置 其中只可以更改 可见光相机的视频尺寸为 1080P分辨率30帧 与4K分辨率30帧 点击小扳手图标 可以对飞行器的水印与网格线进行设置 也可以更改 储存位置或者是格式化你的散存 云台假度提示去右侧这个引人注目的白点 是拍照按键 点击一次 白色圆点外侧圆魂转动 说明拍摄到了一张照片 拍照功能也可以通过点击摇红器右上角的拍照按键实现 点击圆点上方滑块 可以切换至录像模式 此时白色圆点变为红色 点击红色圆点 圆点变为方点 方点下方显示以录像时长 此时点击再下方的白色圆点 可以在录像的同时拍摄照片 录像功能也可以通过点击遥控器左上方录像按键实现 切换录像拍照功能也可以通过遥控器左右上方的按键实现 圆点下方的方框中间三角形的图标是相测按键 点击可以查看已经拍过的照片与视频 进入相测后的所有功能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里补充一点 当我们进入相测后可能会看到红外和可见光两种照片 这是因为育儿行业进行本拍照之后 会同时储存可见光与红外的两种照片与视频 红外的照片与视频可以在这里点击单拍下面的按键 进行查阅 相机设置区域下方的三个横线三个点是相机参数设置区域 点击后可以设置相机参数 我们先看EV值 点击加号画面变亮 点击减号画面变暗 这个AUTO表示相机处在自动模式 此时ISO参数与快门参数会自动调节 幼儿行业进阶版仅支持自动模式 仅能调节EV值